是赵良科技的负责人罗许亮被人家检举 疑似制造假消息 贩售未上市股票 短短一年获利将近十亿元 这简直是华尔街之狼的翻版 罗许亮宣称说 他跟欧盟百年一台大厂合作 放出了假消息 涉嫌以假乱战的方式骗取投资人 买未上市股票 实际上是印股票来换钞票 很多合作案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 简交缤纷的十一路搜索 带回了十四个人 至于赵良负责人罗许亮 因为人在国外还没有导案 白色上衣一身高贵典雅打扮 赵良科技董事 同时也是负责人罗许亮的灵性妻子 来到北检附讯 看到镜头不断左闪右躲 最后进到法警室 他干脆拿出手上的包包 挡住自己的脸不想曝光 只是他手上这个包包不便宜 爱马市民牌包 一个定价要十一万 全身形头贵气逼人 需要说明一下吗 检方序后 林姓妻子获得十五万交保 而包括赵良金主 业务员在内 分别获得三万到三十万交保 检掉二十二号大动作搜索 会在桃园龙台的赵良科技公司 就是因为接获离职员工检举 怀疑赵良公司根本是没有厂房 设备产品的空壳公司 而背后的负责人是他 罗许亮 产品发表会上看好公司前景 编织美梦 实际上很可能都是骗局一场 如雪亮自称和欧盟百年一财大厂合作 甚至还打算和北京军系医院洽谈签约 一次利用话术制造假消息来包装公司 宣称公司即将上柜 以每股65到67元贩售1000万股给投资人 半年后再度开放股东认购 以每股25元贩售1337万股 加总获利约10亿 许多投资人被扒两层皮 过程宛如电影《华尔街之狼》的翻版 赵良科技负责人罗许亮 手法堪称台版华尔街之狼 检掉发动搜索 他人则是滞留在奥地利尚未回国 究竟合作厂商事先知不知情 检掉将等他回国后 厘清是否涉及诈期 继续在台北中文部导